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钞TV的时钞news 时钞news这个siting呢,基本上应该是可以了 时钞聚焦还找不好,老想找到最好的 我们慢慢来,也不慢慢来,再有一点时间试试就试出来了 在风神演义当中啊,因为那天我准备,我说开始拍风神演义嘛 风神演义当中,大家想一下一开始是什么 一开始就是商荣劝昼王去祭拜,去给这个女娲上供 女娲在中华民族的传统当中呢,女娲造的人,这是我们的传统 而商荣劝昼王去给女娲上供呢,就是表示对神的敬意 因为在当时的商朝来讲,最后的商朝来讲,风调雨顺 他基本上是这么说的 结果后来昼王因为自己的问题就出事情了 女娲不干了,对吧 人中的帝王,对创造人的神,被人能知道的创造人的神 产生了堕落欲望的东西,就是淫荡的东西 从而诱发了商朝的崩溃 你可以说是诱发了商朝的崩溃,走向崩溃的开始 而商朝走向崩溃的开始,是女娲要废掉它 而昼王产生的概念是淫荡 延续到明朝时,明朝的四大明柱 明朝的四大明柱在侧的是金平梅 不是后来清朝的红楼梦 金平梅同样是衰败的 是淫荡的 那是明朝 几百年之后的今天 在中国的社会中 整个人中出现的是什么 所以在那个环境中的人都陷入到欲望中 这是大陆人,中国人走向衰败的一条脉路 商朝灭亡之后,周朝起来 文王演绎出周易 而周易呢,被人们现在很多人算命了 能会周易的话不得了了 那是大家了 看个眉眼的,那个都是小道了 周易不好懂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文字 留下的书籍 写的毛笔字 那包括相应的能够有形的文化 几乎都是从周朝下来的 你再往前追还有 但是我们会看到 在文字的技术上 就变得是另外一个概念 无论你是甲骨文也好 还是王八杆上写字也好 甲骨文王八杆上写字 还是在这个竹片上写刻的字 都没关系 那是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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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到了这个 女娲不干的时候 派的什么 派的是妖精 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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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和皮吧 对吧 狐狸 鸡 皮吧 变成三个女人 去祸乱人间的帝王 去跟帝王进行乱来 跟帝王进行乱来 那帝王乐 那个 在淫荡上乐 所以 在骤王 面对 女娲的宿像 庙里的宿像 他产生淫荡之意之后 就注定了 他跑不了 弄了三个动物 变成女人 把他毁了 他根本摆脱不了 因为 他对应的是女娲出现的 这是生命上的对应 而生命上的对应 等到后来 我们到了 你看他 神仙们 风神榜们 完了之后 等江子牙带着人 在铜关 八百诸侯会合之后 再遇到的 全是妖精 胡黄白柳 眉山七怪 全是动物 改朝欢待的时候 人中都常说 必有妖精出没 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种文化的传递 而在 万仙镇打完之后 通天教主打输了 跑了 跑了 然后他还在想 找他的师父去告状 恶人先告状 那也就应对了 当初 咒王出现了 淫荡之意 是跟 结教相关 而结教里面 而这个 商咒 商朝的 咒王身边的 国师呢 同样是结教 同样是结教 他国师是结教 文太师是结教 那 结教里面都是动物 所以你看到的是动物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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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动物 动物 动物呢 找的都是人 都往人这儿铁 风神演义是这么 都往人这儿铁 而谁造的人呢 女娃 没错 谁造人是女娃 所以女娃不干了 那当女娃不干的时候 在女娃之下的整个 包括天界 神界 仙界 就出现大动荡 那等到万仙镇打完了 结果红军道人来了 对不对 红军道人来了之后 那就把通天教主给责怪了 然后建了他的三个徒弟 老子 原始天尊 跟通天教主 最后把通天教主 教主带走了 把通天教主带走了 人间没有结教了 人间没有根了 通天教主 不能在后来的中国人当中 历史当中 留下一丝痕迹 只留下了生命的教训 告诫着今天的人 而如果你去查 你会发觉 等到了红军道人 已经大家 已经查得很费劲了 可是红军道人 是女娃的师兄 应该是 红军道人 应该是女娃的师兄 他们应该是四个 他们中间应该是四个 所以 女娃是排老三 红军道人 应该是排老大 大家明白 我说的意思 就是当初 惹事惹在了 惹在了这个 女娃身上 最后结束这件事情 结束在他师兄身上 同一境界的生命 同一境界的生命 而当纣王惹出事情之后 女娃不高兴了 女娃本来先已经到了昭哥了 本来要下手干 结果一看呢 大概说纣王还有23年 是27年的阳寿 他干不了 他就走了 然后找了这个三只狐狸 他找这狐狸 琵琶跟这个 琵琶跟这个鸡 对不对 这书上就这么写的 人间的改朝换代 他的背后的原因 高过了女娃 高过了 高过了女娃 高过了红军道人 上天垂向 人间必有大事出现 而中间 而整个通篇里面讲的 都是善恶的截取 善恶的 善恶的选择 无论多高的生命 都是善恶的选择 所以到了万仙镇 也就到了万仙镇 他们走了之后 这个这个这个 红军道人来之后 同样给了 给了这个原始天尊老子 和通天教主 各给了一个单 然后他们吃完这个东西之后 他就说 你们相互之间再记恨 这个单会炸 会炸死你们 所以出的事情在哪 出的事情 我们只是就事论事了 在当时的环境中 包括老子和原始天尊 都动了人的一些念头 都动了人的恶念情感 人只能这么说 动了也不能说叫动了人 就是动了一些 生命动了心了 而不符合他的 那个境界的生命的状况 在 原在这个 决仙镇的时候 在描写 原始天尊和老子的书 老子就说 动了三位真火 他当时书里是这么写的 我们就说风尘演绎 我们就说基础就是风尘演绎 不信咱就说故事 就是故事咯 因为那东西就是故事咯 传了几百年了 当 当这个 老子动了三位真火 跟这个 通天教主玩真的时候 这就是他 被责怪的缘由 这也是造成了风尘演绎 重新来过一遍的原因 所以里面出现的 不同境界的生命 有着不同境界的归属 人中出现了改朝换代 对吧 人中出现了改朝换代 而在 应该三百六十五个神 风尘榜是封在了 三百六十五个神里面 而这三百六十五个神里面 被封的神里面 有的是原来修行的人 而出现了恶念 或者是 原来是普通的人 却产生了巨大的善念 从而各具 封神榜中 三百六十五个各具位置 有的是能修成的 三仙姑 赵公明是本来能修成的 结果他们动了人念 动了恶念 阻止天意 就是恶念 结果最后丢了 赵公明丢了自己的 二十四颗定海珠 三仙姑丢了自己的金交剑 对吧 包括还有什么忘了 那他们最后就 扣在了三仙里面 成为了三百六十五个神 当中的一个 各自一个 而皇家父子 我们就讲典型了 黄飞虎 那是人 苏户是人 就是人 而他们却被封成了神 他们被封成了神 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同时是有时间的 周文王的长子博弈考 人中之好之节 那是真正的人中之节 狐狸那么诱惑他 他都不上当 可是呢 他死的时间死的早 他死在了自己的父亲 在演绎出周一之前 因为他去救他父亲 所以当 无论你是人中的多么豪杰 你多么好的时候 你多么厉害的时候 你错位了时辰 你没到那个时辰 这个时候死了白死 过了这个村 没这个地儿 你没赶上这个村 也没有这个地儿 你想抄前做了什么 你同样赶不上这波贤带鱼 大家听懂我说的意思 时间是个神 我说的意思 珍惜你现在的时间 我们刚才说了 到了365个神 而再往上 只有七个肉身修成了神的 金着木着哪着 二郎神 雷震子 维护 李静 只有七个 那这里面 李静呢 打枣 一出来 他就是修道 李静一出来就修道 其他那些全是 你看不出的来处都是修道 打小修道 讲的来处比较深的 就是哪吒 哪吒具有一个代表 就是最后他不是肉 不是肉身 根本就不是凡胎 有两个人是讲他的来处 一个是雷震子 一个是哪吒 哪吒不是肉胎 莲花子 雷震子不知来处 是周文王被周王勒令到昭哥的路上捡的下雷鱼 捡的 在一个坟地上 你看那么写的 在一个坟地捡雷震子 人的这面捡的是认为不好 在另外的一面 他是生死交割在一起 因为是在坟地上 有着善恶的选择 那你说这雷震子是善的和还是恶的 但是在当时的周文王 出于他对生命 完全的他的大善 他是个大善人 大德之士 他不管他是善恶 只要是个孩子 我就给收了 他超越了人间的利益 当然对很多人来讲 可能觉得不吉利 他就不一定会捡这个孩子 雷震子是这么来的 所以这是修成了七个 其他的都修不成 所以真正修成的 是有来处的 而在修成的过程中 有一些没修成的 土行孙没修成 黄天化没修成 阴交没兴成 阴红没修成 这都是半路去修的 黄天化其实是直接了当去修了 土行孙也类似了 可是他们都有自己内在的东西 土行孙非要娶老婆 黄天化贪恋 人间的富贵 那阴交阴红的都是私情 情感 情感 那包括姚池圣母的女儿 叫什么公主来的 那是天界的 那他同样是因为 有着色欲 有着情债 有着情债 他也没修成 他在人中走了一遭 他也谈不上没修成 最后他也封成神了 本来姚池圣母的女儿 他也就是在三界里头 所以你也谈不上 他修成没修成 他应该是谈不上的 他只不过下来完成这段阴游 我觉得他那个决策应该是 他下来跟这个红锦 应该是红锦 结婚 跟红锦这段故事 完了就完了 所以他等他战死之后 他就又回去了 他回天城了 而修成的 而另外的 那十二门人 就是云中子 文殊菩萨 观世音菩萨 他们是从来一回净化 从来一回净化 他们吓到人中 吓到凡间 开沙界 委屈了他们的身子 委屈了他们的境界 他们回到这个环境中 是受难的 对他们来讲是受难的 当他们经过黄河镇之后 他们的功力全废了 老子进入黄河镇 看着广城子说 真是一千五百年 全废了 这一千五百年 全废的原因是什么 是他们的师父那一层 不干净了 没有那么纯净了 所以老子跟原始天尊 在通天教主的作为下 被逼无奈 也下到人间 参与人中之事了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老子说 跟原始天尊说 红尘不能带 我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 生命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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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他不同的归属 很多人吓到人 我们真的轮回转世 来到人中 我们的珍贵超过我们自己的想象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我们讲了很多那些故事 都是谈到这一个问题 而里面最麻烦的 最害人的 就是胡黄白柳 动物毁人 一沾生动物 全完了 昼王也是被封的 你别看他死了 昼王也是被封的 但他沾生了 他的被封的位官位 并不是跟他人间的 昼王的 这个 他是曾经商朝的 王相匹配的 不是的 两回事 所以他讲述了 凡是遇见动物就完蛋了 而跟神对垒 那是最大的罪恶 所以在 而动物厉害到哪 当动物来到人间 走着一回的时候 人根本无力抵抗他 达基被抓了 达基被抓的时候 同样是这个女娲出现的 所以这个环扣哪来哪去 女娲出现 把他们抓了 当在杀掉达基的时候 那个军事杀不了 看见达基就碎了 一看见就碎了 这刀他杀不了 江子牙还不干 后来这个 二郎神 江子牙之责怪这个雷震子 因为雷震子是监军吗 是监战者 监战官吗 后来二郎神就说 说师叔你可别怪他 这没招这个 那妖精太厉害了 这个时候 江子牙才拿出 鹿鸦那小葫芦 宝贝转身 那么杀的 那么杀的 这个 动物狐狸 所以当 这些动物来到人间 祸乱人间的时候 大规 真正祸乱人间的时候 他在吸取人中的精华的时候 他的诱惑力 他的伤害力 超过人 人是抵抗不了的 我说这意思就是 给长者 虚一秒 对你的伤害 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你根本没能力想象 就像我说 那长者的 被称为长者的 棒着的女人的眼睛 是勾魂的 对吧 这两天说 那个国家大剧院 那大分包 那大分包里头是水 他下面建在水上了 他建的那个位置 就是原来的古河道 北京的古河道 那是当时彭真 彭真要盖 全国人大委员会的 一个会址 后来呢 因为工程太大 就他们上面发生争持了 那个坑就挖 那地方应该叫 邻近胡同 不叫邻近胡同 我忘了胡同叫什么了 卡那个胡同 做 那个坑在那放了 很多年 那个坑 而在挖那个坑的时候 曾经挖出过 原来古河道的码头 后来就都给毁了 那个地方是 那个地方是水道 所以包括人大会堂 都建立在水道上 什么意思 地基不稳啊 哪能把房子建在古河道上 所以他把房子建在古河道上 中共永远吃不掉中华民国 永远 没有根脉 被冲掉的 水上的扶贫 你查地方 那不用很查 你就查一下 北京的古河道 你一看就知道 所以那是我们当时知道说说传说那挖出宝贝来了 因为原来那个和那个码头都是木桩的那都是老东西 据说就全毁了 我刚才跟大家阐述这段故事 是我为下面来背书 我们可以看 你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一个色口 习近平讲的方德始终 我不知道他真正懂多少 真的有时候我也觉得挺可惜的 我觉得是挺可惜的 咱们也不好说他一定干什么和没干什么 但这其中的含义在其中 这其中的含义在其中 所以每不同的人都有自己的色口 都有自己的一圈 这个圈是取决于善恶的 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一层一层的也是善恶 而大的圈 当时改朝换代出现大的圈 造人的女娲 跟人 造人的女娲 用了人间 祸乱人间的洞 这是最大的圈 出现了整个改天换地的概念 而这个改天换地之后 在人中出现了文字 延续了三千多年 延续了三千多年 对不对 而在里面包括天皇 地皇 人皇 福西 神农 跟轩原地 都动事情了 那轩 神农给了人间柴湖 一些药物 那来实际就重新再创 人间的一切 随着商亡的 随着商朝的崩溃 我自己说法 现在可不只是三千三百年 五千年一轮回 我能学到的 我能从师父讲的道理中体会到 五千年一轮回 重新再造轩原地时走到今天的故事 重新再造轩原地时走到今天故事 轩原地怎么了 白日飞升了 广成子 甭管你房子吃多少钱 男人纵欲 叫熬干锅 大家看我节目的有一个算一个 你自己明白 吃王八 你王八落着吃 行不行 你喝那个蛇血 原来我见过的 用二锅头或者五粮液 蛇血 对不对 小庄八千的吧 落起来喝 你喝试试 喝得你鼻子穿血 你也熬干锅 为什么 你的锅干了 你没那么大本事 你锅干了 你往里兑水的时候 你试试 能把你烧了 那水汽能崩起来 一个道理 所以有时候 我自己觉得 真正的传统文化 真正的生命文化 就像我说的 说 史上你能讲的 我说 我荣幸有师父 我荣幸有师父 那我也跟大家解释过 你真正想明白你自己 那你今天 你只能成为我师弟师妹 时辰过了就没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周文王的长子 不义考 死早了 没用 连神都没够早 死早了 过了时辰 我忘了谁死晚了 风神演义里头 有可能有死晚了的 没赶上那波 识时务者为俊杰 今天全理解在利益上 而他真正的背景呢 识时务 识天也 应该 我以为今天讲的 相当的透彻了 为什么做这铺垫呢 这个 这个 毛新宇到底是死是活 我有了重大的发现 毛新宇是死是活 我们连续做了几期节目 很多朋友非常感兴趣 我从那个内容可以看出感兴趣 那有朋友说 说石头你也绝了 你说就跟别人说的不一样 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做东西都太随便了 咱说几心里话 都是为了吵而吵 他根本人内心静不下来 人静不下来 看到都是表面的和随自己意的 对吧 我跟大家说过 我说精英文化是欺骗文化 不随自己意的 他全都掩盖 随自己意的 他全都轰起来 今天有一个算一个 做媒体的 我没跟你说吧 做媒体的现在这么火爆 我自己都 我自己都找不着理由 真的 我找不着理由 我做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这买卖 没啥劲 真的没劲 为什么 他就那点事呗 什么新闻不新闻呢 他就那点事呗 你站在时间之外 你看这东西根本就不是东西 我在我眼睛里 真的就不是东西 那毛新宇这件事情 在如此的炒作之下 结果5月5号 5月5号登出了那张照片 等于算是一个结果 对吧 算是一个结果 在5月5号登出那张照片之后 5月6号包括今天 凤凤凰网等国内很多的政治媒体 跟中共政权相关的媒体 都在相应的发出声音 咱也谈不上灵机一动啊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就像有朋友说 说是 涛哥你看的角度跟别人总是不一样 今天有重大发现 我们顺着国内媒体说 大陆微信公号叫政治界 报道说 应该是6号吧 去年7月 军事科学院调整组件 下设8个研究院 毛新宇所在的战争研究所 研究院是其中一个 但8个研究院的领导班子 很少露面 而更不用说像5月4 5月5号被披露出来的照片 是整个常委战争研究院的常委 所有的人都共同露面 这张照片是来自于 叫系统工程研究院 他的照片 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说那故事 里面讲说战争研究院常委 董海清 其实他没说 这不是常委 他是董海清是政委 陈荣帝是院长 毛新宇是副院长 聂宋来应该也是副院长 可能是别的官位 但他是常委里面的 可能是副院长 那在原来的 你查聂宋来跟毛新宇是少将 陈荣帝跟董海清 应该是去年底左右 某一个时间 习近平才把他们提成少将 你现在查 董海清跟陈荣帝 国内的百度里面 还是把他们定位在大校上 他们的定位是在大校 但是我当时看到 我昨天那个节目做完之后 晚上 周末嘛 我看他们戴的尖章 怎么是一样的 可是百度上 说董海清跟陈荣帝呢 都是大校 所以我就查了 就一点一点查了 查出来应该是 董海清跟陈荣帝 都是2017年12月初 可能被授予少将 大概是那个时间 授予少将之后 在他的军事 这里说了 他的军事科学院 进行调整组建 他说去年7月份 那他们进入到这个班子 那有道理说 在他们7月份组建这个班子 董海清跟陈荣帝 当时是大校 不是少将 当时是大校 不是少将 而引起我关注的是 因为毛新宇 在照片中 是站在最边上 大家记得 多维新闻网 在买一台 在说这个 毛 毛新宇没有死 就是说毛新宇是少将 他去朝鲜 能随团吗 我当时跟大家讲 我说人自卑下贱 都在你这样的表达 正常的生活中 你自己下贱 你也不要下贱到这份上 红二代的说法 就是很多老百姓 内在自卑的心理 自我给自己遭减 和走入到下贱的层面 层面上 红二代 他也是打嗝 放屁 扒击嘴 拉抛屎憋死 跟你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如果这种下贱的心态 出现之后 那老百姓家里的女人 女人如果 贪上红二代 你还成荣幸了 共产党的邪恶 在于他对人的侮辱 侮辱之后 让今天的人 你受过八十年教育 你今天八十一岁 你受过八十年的教育 你都是下贱的 你自我下贱的 当你定位在高级动物上 你的言谈举止 你根本认在充满理由中 把自己放在了 龌龊肮脏下贱的地位上 那这张照片 所以我当时查 我这少将 当时我们看到聂颂来 我查到聂颂来 跟毛新宇是少将 陈荣帝跟这个董海卿 是大孝 俩少将站边上 俩大孝站中将 不对这事 所以引起我注意 我就因为他们的监章 是少将的监章 我查出的细节是这 别任何媒体没查 这个 而这个公众号政治见呢 这是国内的了 他说这种领导班子 这么来露面很少见 所以这个话呢 他这个话里有话 然后他提到军事科学院是中共 全军军事科学院的重要力量 然后就描绘 然后这个院长是陈荣帝 他说院长是陈荣帝 副院长是毛新 毛新女士副院长 然后他提到他说战争研究院 军事科学院下舍的研究院 还有系统工程研究院 他提到了系统工程研究院 那这里面他用的是 这里面他的照片叫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研究 这里说的系统工程研究院是不是 他是一个搭扣的 就是一个机构 一个名字 两个领导 中国船舶工业 跟中国军事科学院系统研究院 是不是一拨人 我不知道 我没有查 他说研究院的领导班子 一般十分低调 极少露面 但这次不仅集体露面 还包括毛新女在内 所以外界普遍认为 是为毛新女朝鲜车祸死亡 传闻批谣之意慎农 完了 我们刚才跟大家引用的是 叫郑知识 国内叫国内 郑知界大陆微博公号 他提出的 我们刚才说了 他提出的疑惑很简单 为什么他们集体露面 然后他就提到这种事情很少见 今天 今天6号 毛新女所在的战争研究院到底是什么机构 凤凰网资讯 凤凰网资讯 大陆正文 今天的6号的8点23分25秒登出来了 来源 郑知见 还是郑知见 郑知见 在毛新女这件问题上 说明在连续发文章 我觉得 我觉得没什么 没什么太多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来处了 然后 写这篇文章的人叫做孟雅旭 上来他再次提到 5月4号 中国传播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跟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召开协同创新研讨会 双方就建立协同创新机构展开协商 战争研究院常委 党委常委 董海青 陈荣帝 毛新宇 聂宋来等同志和专家参观了系统工程研究院相关的实验室 并在座谈会上做了发言 这段话是他直接抄过来的 直接从哪抄过来的 直接从我们看到的那条新闻传过来 就是说来证明毛新宇没死的那条新闻传出来的 如果我刚才我一会能做的话 我会跟大家贴上这段视频的 我看情况 因为我得边学边做 这篇文章登在哪里 登在了中国传播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网站上 中国传播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的老板叫做雷范培 所以在他的集团网页中 在他的新闻集团网页中 除了集团盖矿 集团文化 接下来就是新闻中心 在新闻中心里面 他分几栏 图片新闻 集团新闻 国资动态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企业动态 和专专业新闻 这篇文章 在企业动态里面的第一篇文章 最顶上的文章 5月4号 所以这是这篇文章的 研究院协商建立共同创新机制 董海青 陈荣帝 毛新宇 聂颂来 进行来调研 信息来源 信息中心 5月4号 5月4号 一组照片出来 当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觉得有问题了 他列出了四个军人 照片里有六个人 他列出了四个军人的名字 就是战争研究院的常委 另外两个主人 没列名字 但照片上有这俩人 他们人来了 谁见的他们呢 你把照片都拿出来 他们人来了 谁见的他们 这是问题 对不对 通篇文章里面 通篇文章里面 没有说主人是张三 李四 王五 河六 胡七 猴八 没名没姓 可是中间那个人 可是中间那个人 站在最中间 两个带牌的 两个带牌的人 那这两个带牌的人 应该是这个传播 中国传播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的人 那这是在我看这个新闻 我就觉得有点蹊跷了 那如果人家 那如果人家是四个少将来了 接待少将的人 没名没姓 在他本单位的新闻里 报道中 没名没姓 你们家来一孙子 是孙子见他 你家的孙子得接那个孙子 你家来个爷 你家的爷得接你对方的爷 这是基本的礼仪吧 说国务院来了一个吃枣的 是就说我打磕打磕 国务院来一个吃枣的 然后李克强不说李克强出来 李克强拿一馒头对着那吃枣的 说吃枣的姓张 叫张吃枣 然后说张吃枣来到国务院 然后横七竖八吃了馒头喝了粥 李克强在那站着半天拍了帮照片 他没说李克强是谁 有点问题吧 好 谁到谁家谁家得有个主人呢 人刚才那个那个多维 我跟大家讲了 那个写那篇文章说 毛新宇是少将 不是虾将也不是黄将 更不是甜面将 好甜面将吃辣葱 现在吃春饼蘸甜面将 他不是甜面将 他是少将 能这么去朝鲜 随着那么多人吗 那这篇文章 来了四个少将 接待他们俩的人 接待这四个少将的人 没名没姓 在自己的媒体中 没名没姓 我问你为什么 我问你为什么 这是引起我的怀疑 我跟大家分享这些是 我是想说我怎么觉得看出来最后有问题啊 跟大家讲最后有问题 那好喽 到底这是谁 我就去了另外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叫中国 中国传播工业 中国传播工业细体工程研究院 对不对 结果 在查他的时候出来的网页 两个公司 一个网页 中国传播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 和中国电子 中国电子 什么有限公司 开发有限公司大概是 在他的首页中 在他的新闻中心中 没有毛新宇他们到访的新闻 可能人家没有 还没有上传 可能有个实践的原因 但是这不是件 现在毛新宇这件事情 不是件小事 为什么 系统工程 研究院自己的网站上 没有登这条消息 而是他的总公司 登的这条消息 自己的网站上 系统工程研究院的网站上 最新的新闻 工业和信息化党组成员 副部长辛国斌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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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27号 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事情就非常蹊跷 非常蹊跷 那我就查 那这里头出事了 就是工程 中国传播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 那他他没露面 他没说话 对不对 到底是什么人 我就找中间 站在中 照片上站在中间的那个人 对上了 这个人叫张红军 他是工程研究院的院长 张红军 给大家贴张照片 张红军 张红军 在百度上说 他是87111校友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87底的 那有可能是87底的 87底的 比我们小多了 或者87年毕业的 87年毕业的 83级的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他的身份很高 中国传播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院长 这是百度介绍 中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那就对了 大家知道 刚才那是对应的 那是一个网站 两个部门 一个网站 舰载航空领域专家 舰载航空领域专家 辽宁号航母上的飞机 我完全是外航人 大家我理解哈 辽宁号航空母舰上的飞机 他肯定是一个主要的专家 享受国务院特殊精贴 现任国家某重大工程副总设计师 曾经担任某重大工程第一总设计师 那好了 我们瞎猜啊 辽宁号航母 他当时可能是曾经第一任总设计师 那个飞机 苍蝇得飞起来 国产的第二个航母 本来挂彩旗 后来又下来 现在就在水 还没出去呢 据说冒烟了 那这个可能是重大工程当中的副总工程师 就是他应该 因为他的他的他的身份在这儿 兼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中国船舶工业协会常务理事 所以一定是航母的项目 中国造船工业协会 舰船航空保障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水面兵器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航空学会舰载机 你看 舰载机 不是苍蝇 真的不是苍蝇 真的不是苍蝇 谁说苍蝇我跟他急 不是我说的啊 中国航空学会舰载机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中文核心期刊 传播工程编委副主任委员 担任国家科技奖 省部级科技奖专家库的专家 中国科学高层次人才专家库的专家 哈工大毕业的 哈工大毕业 他上面说的87111校友 应该指的是哈工大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大学 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大学 五几年吧大概 这是张鸿军 另外那个人 我没插着 那大家心里有谱了 我提出的问题是 为什么在他的总公司的这篇报道中 张鸿军不署名 出于保护 如果出于保护的话 那他为什么要拿出照片 那我们知道在金三胖造原子弹的时候 原子弹造成的时候 导弹造成的时候 他把他的专家抱起来了 后来大家媒体都在嘲讽说 金正恩傻蛋 把自己的真正核心人物曝光了 那为了 而在这个 而在他的文章当中 在他的照片文章当中 凸显的就是 凸显的就是这个 毛新宇 叫什么 郑志浩报道中 也在凸显的说 毛新宇没事 毛新宇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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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个叫张鸿军的 这个专家 在见四个少将的过程中 在他自己总公司的报道中 却不署名他是谁 来一猴妻 上你们家胡八 你家胡八的胡老爷 胡八老爷 说胡八老爷见了猴妻的老爷 对不对 这是一个基本的理数 这是一个基本的理 那自己家的媒体 自己家的网站 就得讲自己家的老板在干什么 张鸿军自己的系统工程研究院的院长 自己的网站上不报这个消息 他的大老板的网站上 爆出这个消息叫企业新闻 然后不报自己核心的专家 然后如果出于保护这个人的话 结果呢 却把照片拿出来 站在中间 毛新宇站边 所以第一 该照片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批谣 来证明毛新宇活着 但是呢 张鸿军不买毛新宇的账 管他是谁孙子的 我不想在这装孙子 除非张鸿军不愿意要这个名字 他不是军人 他是个专家学者 专家学者 他既然是有这么高的专家学者 这些搞学问的人有脾气 他不喜欢做的事情 他不愿意露面 但是照片不在他手里 人家就给顶上了 不数他的名 不点他的名 上一张照片 目的是说明毛新宇活着 把毛新宇周边的人全点上名 这是一种解释 因为他的蹊跷就是 为什么不把老板的名字拿出来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 披露这篇文章的网站呢 是中国传播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网站 那老板叫做雷范培 所以在他的集团新闻中 雷范培雷范培雷范培 那道理很简单 系统工程学 系统工程学院的网站 那就是院长张鸿军 张鸿军 张鸿军建了军事科学院的什么什么什么 建了毛新宇 这是顺理成章的 你得有主人呢 毛新宇也不是见孙子去了 或者谁见了孙子也成啊 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 那以我能够理解的 就是我讲我的思想脉络 张鸿军不愿意署名 而这篇文章的目的性太强 这篇文章的中心是这张照片 而张鸿军不满这张照片 以这样的方式登出来 所以在他自己控制的网站中 今天是5月6号 那张照片 他的最新的新闻是4月27号 他有充足的时间 能够登出这篇文章 但他不登 自家门口不挂招牌 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 张鸿军不乐意 张鸿军不乐意这种方式 不接受这种方式 不愿意去掺和进去 但是他的大老板 要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传播总公司的人 在做这件事情 那军事科学院的那些 就是毛新与周边的 他同为党组织的集团里面 那些人他们是军人 他们是少将 军人如果某种原因要求迫使他们必须露面的话 他们不敢不接受 也就是说 如果这张照片造假的话 毛新与的同事们 他的同共同的这个这个这个党委里面 任何人都必须遵从 但是传播工业总公司的 系统工程学院的人 他不是军人 他是个专家 他是个学者 他可以在他的概念中 要求没有 你怎么都成 你别给我登名字 你别说我 给自己留下一个后门 就跟中兴手机 跟这个华为手机一样 给自己留个后门 我到处出事的时候 我能说 我能跟大家说明白 那是我被强奸的 张红军被强奸的把照片上去 我对的照片那是一个人 那是一个人 那我们现在再说这张照片 被拿出来的这张照片 被拿出来这张照片 这现在科技也有好处 让人造假不太容易我跟你说 结果呢 我听说过人们 透过照片呢 是能查出这张照片的原始东西 我也我就想了想怎么查呢 因为我也想不明白 咱就想想怎么查了 我就去查去了 查完的结果真查出来 我发觉每个人都能查出来 咱们别说怎么查的 这也酸秘秘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一张Photoshop的照片 他用了Photoshop CS5 他是在5月4号上午11点53分 做的这张照片 我只能查记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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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5月4号上午11点53分 这张照片做成的 那是用Photoshop C-S5做的 C-S5做的 这张照片的 应该叫什么呀 应该叫像素 像素 600乘400 600Pisels 乘成400Pisels 它的Bit深度 我不知道叫什么啊 Bit深度24 它的Resolution 也就是它的 这张照片当时 合成的说 是2 Resolution故意弄的不高 我弄过Photoshop 大家弄照片突然 一般如果你存成 结派个文件的话 最高精度可以达到12 它的Resolution是用的2 用的是2 它的颜色的代表是SRGB RGB的颜色 SRGB的颜色 如果它的精准度放在最低 只是2 大家就看不清楚这个人 所以很多人怀疑这张照片是假的 说PS 我看不懂它是不是PS的 我看不出来 但是呢 做照片的人 可能是出于网站的原因 因为网站不用那么精度的高 但是呢 我做视频做的很多 对吧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呢 在我个人有限的知识里面 现在都要大精度的 即使网站照片 它也愿意要精度的 那一个如此重要说明 毛啊 毛心与死活的照片 为什么它把精度放在最低的2 应该是 它的刻度 精准度 清晰度 应该是1到12 1 2 3 大概是最低 大概啊 我真的这个你得查 然后 4 5 6 是大概OK 它就这么排的 排到12是最高 10 11 12 是指最高 max 所以max里面分三档 最低的里面分三档 大概是这么个概念 大家听懂了 做照片的人 故意给它放低了 这张照片是用什么机器照的 尼康 尼康D3X 啊 尼康D3X 它当时用的光圈是8 它的速度用的是八十八十分之一 很正常 它的 ISO用了320 其他的我就 我就不好说 还有什么了 其 ISO用了320 所以光圈速度跟它的曝光量 ISO上都有 这是一个正常的照片 但是 这里面的问题就是 尼康相机 DSX 我当时不太熟 我就查 这什么机器 2009年12月份 尼康拿出来的高档相机 现在在正常的相机的公司中 全都out了 没了 这个是个淘汰产品 你可以在eBay上查到 有人在卖 eBay上卖呢 大概还可以卖到两三千块钱 很高档 所以10年之后 9年之后的今天 那是09年12月份 尼康拿出来相机 9年之后的今天 二手货 你还可以卖到2000多到3000美金吧 2000多美金吧 说明是相当高档的相机 但是时间太久了 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 这个相机的时间太久了 如果是这个研究 因为这张照片是应该来自于研究院的 我意思 这张照片应该是叫张红军 他的人拍的 而被总公司要走的这张照片 可是他们自己没登 因为 毛新宇不是去的 中国传播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公司 去的是下属的研究院 系统工程研究院 对吧 所以 而这篇文章却登在了总公司的网站上 照片登在总公司的网站上 我说的问题是 我说的问题是 我说的问题是在这里 所以在我个人眼睛里 那他不能给我一个答复解释 就是照片是早照的 是在过去时间里照的 而这个时间段 是在叫董建 老记不住这些人 那这张照片应该是在 董海青跟陈荣地 成为 成为少将之后 照的 因为他们带的是少将军衔 而他们穿的衣服呢 汉衫跟外套 那你可以说这个季节 跟现在的季节是吻合的 跟往前点的季节也可以吻合的 但他当然他们是在屋里照 所以这是我提出的疑问 照片是可能早照 现在拿出来 就是说照片可能不是5月4号照的 但是是5月4号处理的 处理的时间是5月4号早晨 12点前 那他们访问的时间就是一大早 而一大早访问之后 立刻报新闻 把照片用Photoshop做过之后 都在上午完成 然后要登出这篇文章 而这篇文章不是 这篇文章是5月5号的 这里面 我不能说它是真 我不能说它是假 但这里面有着太多的疑问 我刚才在那个内容中 列出了我的疑问 那因为我其他的内容 谈的比较多了 包括他跟习近平掌控啊 是死是活啊 我还是说 我提出疑问 针对你的照片 我提出疑问 大家给答案